大家好 我是常光MZ 近日 南方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教师 因就此不伤受处分一迟 引发了热议 事情的前因后果 诸多细节 学院的查处通报上面已经讲得比较明白了 我给大家简单概括一下 这位余老师同时也是一名儿科医生 当时他分管的患儿病情危重 随时可能发生病情变化 死亡风险极高 于是在授课之前 他到达科室 查看患儿情况 在此期间 患儿疑似出现了脑出血的现象 余老师进行紧急处理 因情况紧张 未能及时报告教研室 最终导致了上课迟到29分钟 学院认为 虽然根据规章制度 迟到29分钟应当认定为严重教学事故 但余老师是为了抢救病人 并非故意为之 且在问题处理完之后 及时到达教室 顺利完成了授课任务 未造成了不良影响 到这一步 事实情况和学院对事实的判断 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问题出在学院的处理决定上 学院经研究决定不按照严重教学事故处理 而是将此事件定性为教学事故当中 最低一级的教学差错 对应的处罚为扣发五月奖军2000元 在全院范围内通报批评 取消余老师本年度考评 评优评先的资格 跟咱们一般的学生和打工人迟到不一样 教学事故的惩罚是非常严重的 扣2000绩效 全院通报批评 取消年度评优资格确实是最轻微的处罚 如果被认对为严重教学事故 就不仅仅是医学院层面解决的事情 而是要上升到学校层面 处罚还要重得多 但是绝大部分网友都认为 余老师根本就不该罚 不需要什么法律支持专业素养 大家都明白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救人一命比准时上课要重要太多了 上课可以补救 人命没了就无可挽回 因为救死扶伤 而上课时到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更何况余老师救完人之后 即使返回了教室 顺利完成了授课任务 并未造成不良影响 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 为什么要罚呢 没错 余老师确实是不该罚 医学院无论对事实的定性还是处罚的决定 都是不合理的 学院的查处通报上说 处理的依据是医学院的教学事故审定及处理办法 这个文件我是没有找到 但是找到了南方医科大学学校层面的 本科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 套用个法学的术语 这应该是医学院那份文件的上位法 两者是不应该有冲突的 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规定的 办法的第二条规定了 教学事故的定义 里面有一句 由于不可抗力和突发事件影响教学秩序 教学进程的不被认定为教学事故 同时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其中的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 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所以不是所有的上课迟道 都可以被认定为教学事故 如果因为不可抗力而上课迟道 本身就不是教学事故 也就不能适用教学事故审定及处理办法 而患者突发脑出血 需要急救 是不是属于不能预见 不可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呢 我想以尝试判断应该是 患儿病情危重 随时可能发生病情变化 死亡风险高 教师上课期间可能无法及时与外界沟通 耽误治疗 所以于老师作为封管医生 在授课之前到达科室 查看患儿情况 完全是尽职尽责的表现 期间患儿突发脑出血 作为在场的主治医生 于老师做紧急处理 也是他应该履行的职责 相反 在急救过程当中 在患儿尚未脱离危险的情况下 一走了之 或者委托给其他医生 这才是失职的表现 而且是几乎没有什么免责事由的 所以啊 对于身处于该情境中的于老师来说 这就是一种不可抗力 而他上课迟道的结果 与这一不可抗力之间 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所以他的上课迟道 根本就不能够被认定为教学事故 我们甚至都不必去讨论 是不是可以免责这件事情 临床医学院的老师 大多都是临床医生 因为就此扶伤的天职 而出现的不可抗力 是他们这个群体里 经常会遇到的事情 我想学校在设计这个规章制度的时候 必然是已经将这个因素考虑在内的 退一步讲 即使是没有这项特殊规定 还有紧急避嫌 这一项被绝大部分国家的法律制度 所认可的原则 所谓的紧急避嫌 就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损害另一法益 以保护较大法益 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 上课迟道 是对学校教学管理秩序的破坏 就此扶伤的是保护他人的生命权 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 牺牲前者保护后者 完美契合了紧急避嫌的要义 这正是法律所引导的 也是社会道德公序良俗所提倡的 我们再退一步讲 这次事件当中 于老师唯一的瑕疵 可能是没有及时通报较严肃 因为情况紧急 这也是情有可遇的事情 但是哪怕是最大程度的 放大于老师的个人责任 这也只能被打上过失的标签 而过失行为 必须产生严重的危害后果时 才能追究责任加以处罚 而根据通报的说法 于老师顺利完成的授课任务 并未造成不了影响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去追究 他的过失责任 我看到有少部分网友 给医学院辩护 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上课迟到就得处罚 然而迟到未必该发 特殊天气 地铁停摆 都能作为各种国家法律 和单位规章里 规定的免罚事由 更何况是就此扶伤呢 哪怕是从规章制度的角度来讲 于老师都并未余据 相反 余据的恰恰是医学院 做出处理决定的相关负责人 这些掌握裁判大权的人 无视学校管理制度中 做出的特殊规定 片面教条的解读和应用条款 不但是让医者心寒 让社会愤慨 还带来了非常负面的价值引导 不知道坐在三尺讲台之下 牢记生命之上 医者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 未来医生们 突然发现 规矩比人命重要时 他们该做何感想 在这边 谢谢大家